今天呢其实有一个对于叶金川要到花莲去 有一个不同意见让大家参考一下 核心医院的副院长谢妍瑶说呢 为什么叶金川要去花莲他是被赶走的 他说听起来像是国民党要他去选花莲县长 其实是要把他赶走 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时候走人不是他自己想走 是被逼的 有人怕他挡人财路 所以要他离开卫生署长的位置 为什么他会挡人财路呢 因为呢现在有防疫的预算 这块饼很大 他说萨斯当年一年就花500亿特别预算 叶金川到现在防疫预算的使用非常的节制 这种做法显然党人财路 要找个防疫的门外汉来接任 到时候就可以倾命行事 这是核心医院的副院长姓 谢妍瑶 他可能有好几个副院长 昨天我们谈的是庄副院长 今天是谢副院长 萨斯一年500亿的时候 是共产党来执政就对了 他是说那时候500亿乱花了 那时候谁执政嘛 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有听过吗 我昨天就有耳闻 可是我觉得 你不要完全去否决掉他 因为显然党里面有人去 不断的去鼓吹一个人走啊 他背后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不是 因为他确实是 有上百亿以上的预算 在这个地方要处理问题的 那所以这方面 我不会就这样听信 而是要去了解 而是说的确叶金川 不是叶金川本人或者马本人 而是的确边上有一群人 好像 凸鹰 不是这个不叫凸鹰了 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位置空下来嘛 巴不得你早远去 明明那个已经很难了 那修改党章也有人建议 说这个可以处理 那那个也有人建议 这个我们倒觉得说 为什么会这么积极去帮 那这些人原来跟叶金川 又没有什么渊源的 所以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倒还可以再追踪一下 我觉得确实背后是有一些 这个也不是不政党 政治上常常如此 你把人送走了 设法 有人会去找附加价值啦 你党人财路 就是有人要开辟裁员的时候啦 这是一定的嘛 不过我看这篇文章 应该重点不在于党人财路吧 重点应该是说 他是在捧叶金川说 这个人很正直 所以你在这个署长位置上 不会浪费 不会怎么样 他使用非常节制 所以跟那个资深医疗记者一样 我觉得应该媒体有兴趣是 就是这往爆料的地方走 不要去管叶金川好不好 而是说到底是谁要A这个钱 谁想要弄这笔预算 对 我觉得这个副院长大概是 我觉得他的效果 大概会出乎他意料之外 他本来是要让叶金川有面子的 结果大概往避岸那边去查 那就麻烦了 尤其是立法院里面 看到这一篇里面 一届的人对不对 原来财路这么多 开始查了嘛 所以民进党后来会用 如果叶金川离职了 8月6号之后 会用捧叶金川的方式 来打国民党政府 就国民党他们到底要为了 叶金川去参选 要牺牲多大 一定很多人就开始提供一些 有的没的 然后阴谋论就出来了 但是那个代价就是说 要把代价就是跟国民党的执政 很糟糕 然后他只是要捧叶金川 这个人很正派 他是英雄嘛 他是正派的人 他不会浪费钱 就是这样 有没有必要为了一个 捧叶金川是为了打国民党 对啊 不过我们听一下一届的神大佬 他说的这事情到底有机可循 还是无稽之寒 当然不会空穴来风了 那谢副院长 他是很有个性的 有个性 他常常写文章 他对很多事情都很有看法 他的看法 我不是百分之百同意 但是他是一个感言的 他年纪比较大 他说我老是 他是一个算是长者了 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是 有听到这方面的消息 那消息来自 一定是来自防疫系统的 比如说做疫苗的这些 但是我认为 越野金川今天是所有离开 跟这个的关系 我认为是不大 如果是有的话 也是间接 或者是刚好附带的 刚好碰巧弄上了 我觉得今天谢副院长 在这个接副院 写这样的一篇文章 我认为是 浮卷 不够小心 不够紧 浮卷 他有可能帮野金川浮卷吗 不是 我觉得他没有这个目的 但是这个文章是可以不写的 我根本不认得这位谢院长 谢副院长 谢副院长 因为可是我把这个时间点 跟大家说明一下 他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在昨天 因为他这个文章今天出来的话 应该是昨天 刚刚好是卫生署内部准备 应该已经定人选 新的人选 所以我相信谢副院长 应该有耳闻新的人选 所以与其说他是面对 叶金川不如他是应该是 面对新署长有感而发的 一篇文章才对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就不应该是所谓的 新署长不是防疫门外汗 就不应该是所谓的 你刚才所说的那一个 不恰当或者不恰当 那我很快就回应一下 那就越讲越远了 我觉得这个新署长杨志良 他对这个全民健保的看法 跟谢副院长对全民健保的看法 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 两人的看法是南辕北侧的 但是能够想那么远 我们越讲越远了啦 我觉得政坛政治真的是很可怕 好可怕 这种操作太可怕 不过既然提到这个东西 我提一下全民健保的部分 因为叶金川要离开之前 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把一些有关心血管 过去比较贵的药 那个价格降下来 可是他并没有降低全民健保的 我们的负担 而是把资源转到标靶跟其他部分 这个是我原来听过 越近川最想做的一块部分 就是说全民健保不是处理财务问题 而是把资源做重新分配 对原来国内 原来取得比较多优势的一些欧美的 尤其是或者欧美的学民药的部分 这一块的利益分配确实是很大 少了一个越近川 可能对这些欧美的代理商来讲 会比较愉快 那我相信新的 所以是美桥商会的压力 对 那我觉得杨志强这边 应该他也很清楚这一块 因为我听过的是 叶金川在 就是说不管他什么时候要旅行的离开 他最在乎的应该是这一块 而不是只是看全民健保的财务问题 最在乎的是说全民健保的品质问题 还有资源分配问题 那这块以后到底会不会像说 那个核信的谢副院长所讲的那样子 其实很快后面就看到了 有没有就是很快就知道了 他说他任务已经完成了 所以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遗留下来 不是这个 南韩的总统李明博 把他的女婿 他女婿是外国人 去当观光部的这个部长 那这个委呈署长 我看叫蚂蚁男来好了 那不是大家讲的 蚂蚁男啊 蚂蚁男 他说民调输不输郝龙斌 那是2006年的事情啊 当初他宣布说 我不选台北市长之后 是跟蚂蚁男两个相拥而弃 靠到他 也不在地也不在老啊 所以刚刚主持人讲说这个 我在帮傅昆琪讲话 我开玩笑了不好意思 哎 因为有这个效果 就跟谢炎瑶的这个东西 有好像在捧叶金川的效果 我举台东县长的例子 比较不那么敏感 台东县长可以啦 台东县长啊 现在国民党提名黄建廷 黄建廷是现在的立委 台东县的立委 那台东县有几个立委呢 台东县有一个立委 就黄建廷 那黄建廷有没有案子 黄建廷也是贪户罪被起诉啊 那那怎么办呢 一审求处十年了 那怎么办 那矿力争有没有案子 矿力争是 去年不是台风来 不是跑去玩吗 被台东地检署什么搜索啊 约坛啊搞了一大堆 台东地检署隔了一年了 没办法起诉 那你当初搜索什么呢 你当初搜索什么 就是检调单位 包括张文正检察长 戴文亮主任检察官 那我学长啊 你们在干什么 丢脸丢死了 好 那马英九对黄建廷 媒体报道 马英九对黄建廷讲说 我们现在提名你 可是你如果一审被判有罪 我们就要换人 那这不是废话吗 那我要问 2007年的时候啊 谁一审被起诉 然后就说排了条款 先听一下谁 又是马英九啊 那时候起诉就不能拿名 那谁被这把刀砍过了 钟小平就被砍过了 那时候我们的高标准 你被起诉 你不准提名 等到他自己被起诉的时候 说排了条款就填在了 马英九已经解研22周年 他对那些家属的时候 他讲说 我如果那时候被判有罪的话 我也是冤错假案 马英九他会用自己 他就是我自我感觉良好 我特别罪是无辜无罪的 所以如果我被判刑的话 是冤错假案 那别人呢 别人都是活该 钟小平也活该 这个黄建廷也活该 傅昆琦也活该 反正你们都不会是冤错假案 只有我会是冤错假案 这个就是你的标准嘛 你今天要说建议说 好我要改革 我要连政什么的 可以啊 从你自己做起啊 你自己都做不到啦 然后说我现在当总统了 我们标准把它拿高一点 好一审有罪 我们就不提名 这个大家会服吗 我跟大家报告 我自来对象 我不是帮服务你 马英九你带宽以带己 言以戴人的这个标准 不会服气的啦 大家不会服气的